Zara Alcaldi has more Twitter Stock close up 5.6% for the day after it was halted in the news and it ended the session 剛剛就過了關 那這條是甚麼橋 青馬 青馬? 不,總之我們那個關不是去JB那個關 那就沒甚麼車的 有點像...其實都不是像的 因為香港的關口有很多個 我覺得去JB那個就像羅湖 這個就有點像屯湖那邊那個 我忘了那個...叫甚麼橋 隨便吧,就是那個橋 好 黃江 甚麼?黃江? 不是黃江,是另一個 如果我過這個關口 又再過... 起碼黃西又回到JB很遠嗎? 就去一個圈 寧願一個圈也不能塞 對 對 對 為甚麼我又不明白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私家偵探Aros 住在新加坡的香港人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share給朋友 在樓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下條新的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TikTok 過了一關之後 第一時間就會見到一些很矮的椰子樹 大概不是椰子樹 那是甚麼樹 中樓樹 每一個國家 例如一個關都會看到一些山道樹 就好像新加坡 在機場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白雪公主的樹 因為它在樹下會有燈 LA的話 就是一些很高的 那是椰子樹嗎? 都是中樓樹 都是中樓樹 不過就是很高的中樓樹 在香港一出去就是高樓 就是幾棟的 上水那些幾棟的 不知道是公屋還是居屋 因為你開車要過的 不知道要付錢的位置 我們不知道為何這張卡 是用不到的 我們就有另一張卡 那就用另一張卡 另外的網絡 因為我們在新加坡 弄完才過 結果來到 是沒有的 不知道為何 我們已經決定了 回去的時候 就切掉網絡 不用那個台 但我不會告訴你 是甚麼台 就是路下 剛才因為很大雨 好像香港黑色暴雨警局 或者黑色暴雨警局 但我想新加坡人 應該是覺得沒甚麼 因為我剛才聽不到路 不是 平時也很大雨 對 新加坡平時也很大雨 但你們也是照上班 照搭車的 水游也要上班 但我們香港不是 真是紅色或黑色 就不上班 除了一些消費員 就要上班 因為太危險了 所以沒有拍下 那感覺 為何你不怕 我怕你說我煩 不過先說一下 那感覺 就好像在LA 不知道多高的時候 其實是路 但要穿過一些雲 又是看不到的 就是這樣的狀況 不過還要加些聲音 又聽不到 然後又看不到路 如果前面的人 他不是踩著 紅燈的時候 你看不到前面有車 不過 Tesla有個好處 我告訴大家 Tesla就有個好處 他就告訴你 這輛車是你 然後前面有甚麼車 或者隔壁有甚麼車 即是會比較好一點 前面這輛車 這輛車就會顯示到 現在只剩20% 但我們還未到終點站 即是馬路站 那個差點站 那就很緊張 他顯示說其實是夠的 不過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只剩5% 然後我老公就說 其實現在可以開冷氣 因為我們為了省電 是沒有開冷氣的 然後我跟老公說 我接受不了 因為你看是慢慢緊 我老公就是這樣 經常走光線 你會明白自己的身形 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 看上去很緊張 很害怕 然後我就說不要了 算了 但是 又真的很熱 在這個時候 我終於明白 如果有些長輩 駕車為何要駛前輩 為何呢 為何呢 背真熱 不要開冷氣 不要 我覺得很高風險 真的 平時做一些小生意都很高風險 經常都可以 但其實我覺得好像不太行 然後現在 即是20%都沒有 可以了 只剩下40多公里 只剩下40多公里 剩下40多公里 剩下 剩下 剩下40多公里 剩下 剩下 如果沒有電的話 沒有電都可以 我也不算好 為何呢 我們會覺得 為何這麼奇怪呢 是因為 有很多駕駛Tesla的朋友 都說 其實是可以一邊駕駛的 不用充電的 有一個更厲害 很出名的 就說 他一直駕駛到吉隆坡 都是不用充電的 但我們現在走多久呢 還未到終點站 只剩下20%都沒有 超奇怪 整天都很不幸 但不幸之中 又會很幸運 不知為何 現在呢 就到了這個加油站 那這裡呢 是可以充電的 剛才來的時候呢 就剩下7% 很害怕 我很害怕 他會無緣無電 然後就 整架車躺下 這樣 真的超級大嶺 不幸之中的大行 來到這裡 就充電了 另外呢 然後我們呢 就進去 看看有沒有SIM卡買 是沒有SIM卡買的 但是呢 我們就問了裡面的職員 問他們 可不可以借個Wi-Fi 那他們都很喜歡的 就借了個Wi-Fi給我們 那現在我老公呢 就在這裡查 為何 申請了網絡 為何用不了 那這樣 那 就 真的生氣了 我們有看過一些資料 有問過 駕駛TESLA的朋友 那他們呢 駕駛到馬洛甲的時候呢 車子呢 應該是還有 大概20-30% 但我們只剩下7% 真的應該是GPS的問題 這是我老公說的 但我們是不確認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駕TESLA的話呢 那你就必須要知道 那個網絡呢 是一定要Work的 那大家呢 應該很想知道 那這裡究竟是 哪一間 不Work的 對不對 那我就 我覺得不可以說出來的 因為 說了的話 第一我不抗歸 是不是真的 他的網絡問題 第二 就 這樣好像倒別人的米 又好像不太好 那如果大家是駕TESLA 亦都想駕到馬來西亞 這些地方的話呢 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在IG那裡PM我 那我告訴你 在哪一間 這樣會好一點點 那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等充電吧 充完電之後 再看看 是否找到網絡問題 然後再出發 我們已經到了金隆坡了 Yeah 但是那個塔在哪 為何不見過塔 那個塔 那個塔在哪 沒有塔的嗎 不是有一個雙子塔 在哪 坐著了嗎 有啦 有狗公塔 我想問 我們這次是不會去那個雙子塔的 就等於你去香港帶那個 什麼羊子京 對吧 那個我不是 我不… 我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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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失路 才中了那個馬 走失路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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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了路 和那個什麼 日本女朋友 也不是 坐巴士 千萬不要坐巴士 前面有個塔 不知道是甚麼塔 是雙子塔 不是 哪有 矮一點 那個就是雙子塔 那個還不是雙子塔 那麼高這枝是甚麼 那麼多塔嗎 很亂 繼續說 先說 你是甚麼日本女朋友坐巴士8個小時 到屁股很痛 呼籲大家不要坐巴士 可以坐在年輕時坐 年輕時坐 我們這些50歲真的不要坐 會散開 由充電站來到這個酒店 大概是兩個小時都不用的 其實計算時間由新加坡 大概2點過關之後 去到吉隆坡就7點 說是不是很辛苦呢 其實就不算很辛苦的 只不過是去到中間沒有電的時候 就很緊張 然後又沒有網絡 就很緊張 但是現在呢 在酒店呢 就有WiFi啦 就檢查完電話的WhatsApp 那些Message Email之後呢 那現在呢 就準備出去看看有甚麼東西吃 順便呢 就去Seven那裏買SIM卡啦 那就 今集呢 就拍到這裏啦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 這一類的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給個Like啦 Share給朋友 在樓下留言 最緊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新的影片呢 你就不會錯過啦 另外呢 都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啦 Instagram 和TikTok的 記住 來馬來西亞之前呢 一定要檢查一下 你那個SIM卡 來馬來西亞呢 是確認是否用到的 那就 不過都很難確認的啦 因為你過了關才知道自己 是否用到的 這樣呢 就真的 有點麻煩的 不要緊啦 現在出去買啦 那就 拍到你這裏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Bye Bye